最近美国在南海不断的挑适 一是违背多年来不选边站队的承诺 公然介入南海的领土主权争议 二是不断加大和炫耀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仅纪念上半年 美国的军机在南海的活动就多达两千多次 三是大肆挑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 干扰南海行为准则的策畅进程 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把南海搞乱 把地区国家绑上美国战车 从而服务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 所以地区国家都要提高警觉 不能让美方肆意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成果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 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交道场 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才是最符合地区国家利益的正道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是地区国家的共同任务 当前形势下 中方建议排除一切干扰 尽快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争取尽早达成这一个 有利于维护南海长治久安的地区规则 同时中国也愿意继续同沿岸国 家乡海上合作 深化安全互信 推动共同开发 真正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 友好之海 合作之海 优优独播剧场